一刹那间 这骰子空间对应的灵魂幻体 浮现出了一道虚幻的灵魂轮廓 暗金色的雷霆之力 将它包围得如同九天雷神降临一般 威武不凡 这期间 头顶上方云雾大作天雷阵响 越来越多的雷电光芒 在虚空中不断的轰炸开来 几乎是将整个帝都上空的黑暗虚空完全点亮 成千上万的雷光疯狂地朝着这片宫廷花园披落而下 每一道雷光的炸响 都会对着花园内部的生命力 造成极大程度的摧毁效果 数不清的战斗傀儡 就这样在无尽天雷的洗礼下走向了陨落 整个过程当中 这些战斗傀儡甚至连一声哀嚎都没有发出 就已经灰斐烟灭 完成对周围所有战斗傀儡一次性的摧毁之后 外围着六大五神级的长云天宗长老彻底傻眼 大家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 就这样大眼瞪小眼愣在原地 还在为徐扬刚才鬼斧神工一般的手段所震惊 而后便出现了十分诡异的一幕画面 其他五大长老纷纷来到狂徒身边 无五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家都没有说什么 但是都对他抱以同情的姿态 甚至连笑他的勇气都没有 几千年的修为和努力 居然比不上徐扬半个多时辰的操作 这换作是其他任何人恐怕都要难以接受这样的局面 狂徒内心承受力还是强大的 只见他默默地咽了口唾沫叹了口气 实际上徐扬也在这一战之后 成为了长老团众人 以及受伤害最大的狂徒本身 最大的心理阴影 天哪 他还是人吗 居然强大到这样的地步 就算他掩动的这种雷霆之力 也远远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做到的 他已经达到了可以引动天地力量的程度 而那种力量也超过了五道力量的极限返程 根本不属于我们这个文明区域内的产物啊 玄光不断地双手核实 引诵佛号 但他看起来应该算是六大长老当中 心理活动最平静的一个 不管怎么说 徐扬这一次强势出手 也为大家解决到了眼前的麻烦 整个花园战场已经是一片狼藉 可是周围那些战斗傀儡 也根本没有办法觉醒二次进攻 只是这样的做法说起来容易 想要实现似乎有一些困难 因为奎王现在属于被控制的状态 他已经找好了最为隐蔽的藏身之所 根本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现身 不过对于徐扬来说 想要找到奎王真正的本尊之所在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只见他接下来再次释放出了一次 魂吸纵横的手段 短时间内将自己的精神力推向极致 周围空间之内 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 所有能够成为遮掩的区域 全都没有办法挡得住 徐扬精神力的强势入侵 果不其然 很快 徐扬便发现这宫殿当中那一尊石像 便是魁王真正的本体藏身之处 在徐扬的带领下 其他六个长老也纷纷来到了宫殿内部 我说魁王 你就不要在这里装神弄鬼了 有徐扬阁下亲自出面 你是没有任何机会能够得逞的 南宫开口劝说了魁王一波 不过眼前这个巨大的事项 仍旧没有任何动作 徐扬并不急着动手 徐扬和各位询问一件事情 魁王有没有什么弱点 就是 可以让他瞬间破防的那种弱点 听到徐扬这么一说 几个武神级长老纷纷面面相去 短时间内都没能给出什么答案 倒是蓝灵儿 那个丫头拍了拍自己的小脑瓜 凑到了徐扬身边 我倒是有个办法 不知道可不可行 这丫头倒是古灵精怪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让魁王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吧 只见徐扬缓缓摊出了一只手 将自己强大的封印系手段释放了出来 很快 眼前这一座巨大的白色石像 便被徐扬加持了一道封印光环 有了这道光环存在 在没有得到徐扬允许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魁王 恢复行动力上的自由 得手之后 只见徐扬就这样面带微笑地 走到了这巨大的石像面前 冲着石像脚底的位置 弹出两根手指 没几个回合 徐扬便开始疯狂抖动自己的两根手指 很快 整个宫殿内便传出了一阵 爽朗的狂笑声 六大长老看到这一幕之后 彻底惊呆了 果不其然 那笑声变得更加狂放 原来如此 这个巨大的石像就是魁王的化身 南宫立刻开口 因为他也想到 魁王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领 因为这家伙所修炼的武道功法 乃是召唤系的功法 并不擅长和那些强大单体作战系功法 正面抗衡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这点伪装的把戏 在徐扬面前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一眼就被徐扬看破 不要 求求你们两个快停下来 我受不了了 魁王发出的笑声 蕴藏着一种令人崩溃的颤抖 他是真的怕痒 这种体质根本不是装出来的 也不是一个人 修为多么强大就能改变的 然而此时 魁王的命运 已经牢牢掌握在了徐扬 和兰灵儿两人的手中 兰灵儿似乎都有些不忍心 继续这样折磨魁王叔叔 并开始向身边的徐扬 投出试探性的目光 然而徐扬似乎还是不亦乐乎 非但没有就这样停止 反而愈发疯狂 你这家伙实力强大 心里也变态 这种怕痒的体质 你这么搞他 真的会把他弄疯掉的 相比于这种方式 你不觉得直接入侵他的灵魂世界 要更残酷得多吗 并且我断定入侵他的灵魂世界 强行控制他那一缕邪念 也早就已经抓住了 他这最为显著的特点 所以才将他安排了现在这个位置 要是我强行入侵他的灵魂世界 一旦没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控制他的源头所在 那么对魁王所造成的伤害 是难以想象的 现在这种状态 他身体的每一个结构 都开始以同样的频率疯狂的震撼 唯独入侵到他灵魂世界内部的邪念 没有办法和他身体产生共鸣 这样一来要不了多久 那一缕邪念 便会自行剥离出他的灵魂世界之外 我已经悄悄地 在这座石像周围布置了特殊的规则 只要那缕邪念 从他的灵魂世界当中强行挣脱 我就有办法立刻将其抹杀 这才是处理掉魁王最完美的计划 听到徐扬真正的想法 身边的蓝领尔立刻闭上了嘴巴 弄清了他的真正目的 蓝领尔的恶趣味开始疯狂地滋长 似乎在他纯洁的外表之下 尘世着一个小恶魔 魁王终于有些把持不住了 在不断持续地从脚底传来的快感当中 这家伙身体的每一块肌肉 都开始疯狂地震撼到了极限程度 很快 他所伪装的石像 表皮开始疯狂地军裂脱落 逐渐露出了魁王的本体 正是这种强大的震撼效果的出现 让魁王终于来到了崩溃的极致 忽然间 一声酣畅淋漓的吼声爆发 整个宫殿都被这股强大的声浪 震颤之下疯狂地坍塌下来 也正是在这一声愤怒的咆哮之下 许阳的目的达成了 沉睡在鬼王脑海当中的那一缕邪念 终于被他完美地逼出体外 并且在许阳编制出的规则范围内 显化出了具体的形态 那道灵魂轮廓 果然属于一个金袍信徒的灵魂 许阳啊许阳 我必须要承认 你这个家伙脑洞实在是太大了 竟然能够想到用这样的方式 将我从这个家伙的灵魂当中逼迫出来 不过你不要以为 救出这长云天宗的傀儡 就可以将其他人一并救回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你的那些伙伴 已经被封印在整个帝都 最可怕的囚牢之中 长云天宗的这些傀儡 不过就是我们争取时间 眼下封印囚牢已经完美成形 而我们所要打造出的最强阵法 也已经构造完毕 接下来等待着你的 才是一场真正的盛宴 你将会在帝国前线 以及你的那些伙伴 二者之间选择一个 换句话说 你选择救赎的一方之外 另一方必定会因为你的舍弃 而坠入永恒的绝望 祭司大人 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让你的内心永远萌生 导致裂痕 徐扬看到这个金袍信徒 迷直自信的嘴脸 忍不住喷出了一句脏话 只见他嘴角微微一动 紧跟着眼前金袍信徒的灵魂 便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 随着这一道邪念彻底消失 魁王这才终于明白 徐扬以及身边这些伙伴们的良苦用心 一脸惭愧的来到众人面前 而后对着徐扬攻身失礼 表示感谢 多谢徐扬阁下出手相救 否则的话 等待我的将会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说真的 阁下用来拯救我的手段 实在是令人难以启齿 不过 坏 或许人难以启齿 случ话 격持人员 旁家